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直接進入到我們的主題就是駕接 這樣好不好 在駕接的時候呢 我們會要求我們的果樹達人在你的旁邊 做技術的指導 希望大家在駕接的時候呢 他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首先我們請大家拿起有貼膠帶的那一個枝條 有貼膠帶的那種 請你把這個膠帶拆開來 你拆開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要駕接的時候 這個膠帶在上面呢 已經他這個花穗跟枝條 他的玉盒已經超過了180天以上 但是你看齁 這個就是等一下他在樹上 我們靠架的一個 駕接的一個膠帶 這個膠帶不是一般的齁 或水電航買回來的嗎 他完全不一樣 他是要能不能耐熱 他要再 我們現在在樹上這麼久的時間 好 當你拆開來看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他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的 移花接木的一個技術 你有沒有發現 每個人在下膠帶 為什麼顏色不一樣 是不是有的紅的 有的綠的 好 也有藍色 也有黃色的 這個農民也是這種顏色的管理 所謂顏色管理來講 所謂顏色管理來講 剛剛我們你看看齁 我們臨時很多種植子 很多種品種 第一個 我們時間 臨時我們從 差不多十一月中 九月以後 開始下接 一直到二月份 左右可以在 時間很長時間 有時候品種來講的話 會進一個品種 或是兩個品種 或是時間上 所以說我們是以顏色 以這個膠帶顏色 去做品種 還有時間的區分 因為到時候套帶 你 你 小哥看起來差不多 所以到套帶的時候 是以顏色去做區分 以這個膠帶 到時候套完帶的時候 再下一個步驟 大家那個接力子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育和組織的部分 那時候 打得很清楚 你把撥開看 撥得開 你看 它音樂非常非常好 怎樣 拔得開來嗎 試拔開來嗎 試拔開來 後面換 嗯 是在有時候換 不是它結果不斷 是我們指示 那個指向那邊斷 你看看 結果不會沒有斷 實際上我們大概有個 趴聲輕盔這個 它已經余合組織 它結合能力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教大家一下 加接 現在給你們一個觀念 你後來 事實上 這個部分來講 應該是 事實上國中那個他們已經交過了 我們接 架接 一定要靠左邊 左邊 我所謂左邊 我這邊是左邊 一邊 或是靠右邊 另外一邊 你可以應該能說靠中間 靠中間最多的嘛 可以 偏偏邊也不會掉下去 偏那邊也不會掉 不過接下去來講 永久都是 為何都是乾乾的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而已 所謂我們所謂行層層 知道有時候行層層 跟我們這邊農民 我們農民說行層層 有時候我們農民聽不懂 我們農民之間是水限 為什麼叫水限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剛才我們中間這個是木枝布 旁邊我們這邊的刃皮布也有講表皮布 刃皮布跟木枝布 剛好是中間這裡有一條線 這邊 摸到這邊這個 就是形成層 形成層我們這邊有拿到髒肉的地方 我們這個農民叫做水仙 我們的花芽花碎 這邊也是一樣木枝布跟陣子布 接個點會叫懈帶便 這樣子接下去 形成層接形成層 把涼水配的時候 這邊一直過面上去的 事實上這段時間不是架接的時間 架接是有時間的 現在架接下去我們只教你一個基本的原理 架接的時候 事實上一般是中間 上面 上面切口要封掉 因為它那個切口沒有封掉 它的兩袋在旁邊 轉發掉 你先幫他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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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膠帶來看起來這樣 畫也要放進去 所以它膠帶的作用就是 方式就會蒸發 你一定要記得 它的這個 大家不要看架接技術 你只要靠左邊靠右邊就好了 如果說你的離子在架接的時候 它的接觸面的一個多少跟正不正 影響它的離子的大小跟它的形狀 所以有人說 為什麼我架接離子這樣小顆 它架接這麼大顆 原因在哪裡 就在你在架接的時候 你多的用心把它接了很漂亮 就是有差別的喔 我們這個袋子上面 有一個釘書針盯著 先把這個釘書針打開 這邊有釘書針有沒有 這樣解開來 按這個離子往上拖 輕輕的一拖 它就掉了 好 主要是這個釘書針要先把它 對 主要是釘書針要先打開 打開以後你往上拖 往上拖 你不要用往下的 往下的話 你拉的話 旁邊的會可以拉掉 直接位上 好 你就往上拖 逆方向 這樣就好了 好帥喔 好帥喔 就三個這樣 下面一顆也是一樣 好 從上面一顆大概可以先拆 因為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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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 大哥那個汁要多 就是幾年才可以接啊 就是 一年啊 沾木是一年生 二年生也可以接 但是二年生它的 比較老化 它的養分工藝比較不足 它的顆粒也比較小 那像我們最底下這個母樹 大概要幾年啊 最少要五年才開始 嫁介 我們大部分都經過五年以後 才開始嫁介 那過了五年之後 越來就越老啊 越大啊 越大啊 就 一五年啊 青年啊 青少年嘛 青年中年啊 壯年啊 老年啊 所以母樹最老可以 五六十年 目前 目前的話有五六十歲 我們是利用這個花 花芽的分化 我們是利用它 那日本那邊 高緯度 它日夜溫差很大 所以說 利用它那邊的花芽 拿過來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是 咬熱帶 日夜溫差沒那麼大 所以說我們嫁介 時間喔 它成熟時間比較短 那他們如果在那邊的話 因為他們含那個冬天的話 大部分都到二三月 那我們這邊 差不多十二月開始嫁介 十二月底 嫁介以後 原業就開花了 我們這邊就 比它 比日本那邊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說 我們這邊就開始成長 成長以後它開花結果 所以我們採收的時間比它們長 利用這個採收期要把它挫開 醫生不是說 哪一邊 番茄烘了 醫生的臉就淋了 對不對 我們 在梨鹽 梨子 梨子聞到香味 就抱著樹枯 對 它不能有香味出來 有香味它就表示它熟透 就不能儲存了 哈囉 我們 平常的話 我們算日子 它的成熟時間 差不多一百七十天 那現在已經兩百一十天 所以說 我這個已經 過二十天 慢二十天再採 所以你們現在拿到的 一個梨子 都非常熟 放心就好了 那也非常安全 你們剛才採的時候 看到很多 瓜牛啦 對 過魚啦 因為地上濕 它都往上採 如果有配藥的話 它那邊也採不住 這個幾乎已經快兩個月沒有配藥了 另外我們這個也有農藥安全檢測 我們這個農藥安全檢測 我們都是照吉安埔的方式來做 所以說 讓你們吃的安心 吃的開心 是我們最快樂的旅 是我們最快樂的旅 感谢观看